字緣 既然一張貼紙可以解決 我剛才講到的食物浪費的問題 怎麼做到的 其實我們小時候被唐詩 誰知盤中孫 歷歷皆辛苦 你有在捏 我有背 那真的不能夠隨便浪費食物 那我們來看一下國際上來講 已經有一些動作 第一個我們來看美國加州 是成為全美第一個 禁止大型超商貼上 賞位期限的標籤 為什麼 這個顛覆我的邏輯 對 這個跟美國人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因為他們的習慣 我們會發現說 比如說像罐頭上面 你會發現到美國的罐頭 上面有好多個不同的日期 結果大家認為就是說 消費者會認為說 上面可能是所謂的 最佳保存期限 過了之後他就壞掉了 實際上不是 裡面上面有很多 其實是廠商商 下架的那個時間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 因為每一批貨進來的不一樣 這個月批的貨 跟下個月批的貨不一樣 所以這一批貨要下架 要符合他們會計上先進先出 先進來的要趕快把它賣掉 所以就弄了那個日期 但是並不代表說 這個日期過了之後 這個東西就會壞掉 但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個日期過了 那基本上來講 那就代表說它壞掉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美國的家就開始禁止廠商 貼上所謂的一個賞味的一個期限 另外根據世界農糧組織顯示 就是南美洲的哥倫比亞 其實還滿浪費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去利用這些 成熟的農產品 每一年浪費的高達610噸的 這樣的一個食物 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就有荷蘭的量販店萬克隆 就跟哥倫比亞的廣告公司合作 推出了一個叫做熟度變色貼紙 也就是說有一張貼紙 你可以判別這個水果不同成熟的 一個狀況 來做最適合的一個選擇 舉例來說 我們一般香蕉大家都很熟悉 綠色的時候 如果看到綠色